小贞 我老婆前几天就买了一个那种 肌肤保养的那种疗程 感觉还不错 但我一问之下 夭壮 花了好几万 怎样 是不是又要抱怨你老婆 又要抱怨大嫂爱花钱 是不是 拜托 大嫂现在还知道保养自己的面子 也是在给你面子 也是 我知道她的用意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跟她讲 我说其实我年纪也到了 对不对 我也在演艺圈工作 那我是不是也该保养一下 对 因为毕竟保养没有分男女人 你只是该保养 那我老婆就说 你知道人家说女人是水做的 她说我在她的眼里是什么做的你知道吗 什么做 为什么是海水 因为她说我颜值已经够高了 所以你这是会令人喜盛的颜值就对了 颜值太多了 太高了 所以究竟是女生在这个保养方面 日渐的怠度了 还是说男生爱美的程度 轻薄逼死我们了 欢迎收看今晚开战吧 首先欢迎素贊素觉的女性代表 好 素贊素觉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在那个 你又想讲什么 房地之间素贊素觉 没有 因为你已经够漂亮 他们就够漂亮 我们是在讲 对 你讲的素贊素觉是你们的力不从心 对 因为我这边就不一样了 我这边是爱美精致的男性代表 花美男 花美男 爱美精致的男性代表 爱美精致的男性代表 你没有放到我 你没有放到我 不好意思 拜託了你 你 那个李自赛还偷偷的明白 那Eason你来干嘛 我真的花了很多很多时间跟金钱 在保养方面 跟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啊 我每天晚上睡觉前 我要花留三个小时的时间 我要开始我的仪式 我只能说你弄得很低调 你会不会弄错东西 我再慢慢进步 慢慢进步 我们有老爸爸 艾丽丝 艾丽丝 大家好 大家好 他今年已经72岁了 72岁 天年老妖子 你也是爱保养的吗 我也是爱保养 但我其实懒得保养 所以最喜欢all in one 我也是属于这种懒 是不是 我卸妆大概五分钟 然后洗澡 因为我从以前在学校战斗找 就是起家的 以前要抢那个早尖 你有当过兵喔 没有啦 我以前在卫里啊 女校啊 都要 你知道下课都要冲回去抢早尖的耶 真的喔 所以你洗澡都要非常快 所以我从洗头加洗澡 如果不加吹头发的话 大概二十分钟内会好 然后再加卸的 这样有洗干净啊 有啊 是有多脏 然后就有个女网友 就非常的苦恼 就是说因为男友呢 比他更注重这个保养 更会打理皮肤啊 那保养品啊 那个美容仪器买的还比他 多好几倍买的比他还凶 他甚至被爸爸误以为他是女的 对啊 他会不会最后是变性啊 真的 喂 因为在那边保养 你知道一台机器也好几千块 几千块 对啊 然后所以我要开始就要问一下大家 你们认为现代的男生 已经比女人更懂得保养了吗 请举牌 真的 现在好多男生也会去做脸 然后能做东西的 当然 Eason你不要一直接话 出来 我很有奉鸣 而且你如果保养你那个东西 可能真的要换 没有啦 那好东西 我都是有好东西 他能跟你有在保养吗 平常 我还好我还曾经有一次 就是我出唱片的时候 然后那个化妆师就跟我介绍说 有一个地方他真的保养皮肤 对 然后很多什么天王级的 天后级的都会去那边保养 那就介绍我去做一下这样子 那我就去体验一次 那体验完以后 觉得真的还不错 马上就拉提了 然后后来 当下我就花了大概十万块 蛤 就这样被洗了 就被洗了 你好容易洗肝喔 因为老板娘很漂亮 对 这是重点 对 所以要问一下 在座唯一一位男性 还有我 你平常 你平常花费在保养中 那有多少钱呢 我大概平均一个月是两万一 天长 对 真的假的啦 其实两万一还好吧 所以你的美容课程是什么 我美容课程是 你不会再拍打 拍打兄弟啊 我其实 我们拍的地方不一样 你想他一个这么帅的男生 然后在那边这样刷腿 我要讲的我怕你会听到更多 我每一个月其实有固定在 眉睫 眉甲 眉甲 你有眉睫 我做脚蛋白 所以你这个是烫的吗 还是用重的 对 烫的 我自己本身睫毛是这个 奇怪 我跟你讲 已经天生就已经长这么帅 所以他毛髮也很好 你真的很气的 好酷喔 有原因的 这真的是有原因 他睫毛真的很长 你这呼吸也是重上去吗 不是 不是 这天生的 我觉得美甲应该要 就是你看男生的手 美甲 这个盖起来 男生的手真的很重要 对 我是在上海大陆那边工作的时候 因为他们那里到处都有 而且非常便宜 美脂美甲之外 我还有做这个脚蛋白 因为 脚蛋白就是那个烫的吗 它其实就是保养的一种 它是你自己本身的睫毛 可能有老化的 或什么年纪大 会比较垂一点 然后有睫毛 你能知道有这个是吗 我给你讲一次 我知道 所以我现在很认真在听 我第一次听用这个 我现在会用比较 不是 可是脚蛋白 其实就是烫睫毛的意思 他们把他用了一个 好漂亮的 那个就是烫睫毛 就比较像睫毛高超 那个应该不是说 应该是说我们年纪大了 然后眼皮下水 对 然后相对的那个睫毛 然后就会往上 对 没错 平常工作的时候在化妆 到最后一个步骤的时候 我都会偷偷地跟那个化妆师说 可不可以帮我夹一下睫毛 然后旁边的女演员 或者是那经纪人 就会觉得很反感 就说拜托李自身 不会 那我蛮赞同男生去处理 就是会在意自己身上的毛髮 对 尤其现在自身 因为他眉毛长得好 看得到看不到的地方都要处理 我觉得男生要很注意他的眉毛 因为总是会出来见人的 不是 不是 因为我觉得像睫毛 我现在懂 应该是他是夹起来的话 他会比较有精神 对 因为他如果盖住 会比较眼睛小一点 然后我现在 我也是会看很 会想要看男生的眉毛 因为我觉得男生 其实也要画眉毛 对 其实上了一点年纪的人 后面不知道为什么都会插开 对 然后又要去吸书 对 然后他们很大声说 这是长寿眉我跟你讲 不流行 不是不流行 那长寿眉那边剪掉 我很气 我有一次就是拍一个广告 然后一大早六点多 我就坐在那边 然后那个化妆师就帮我弄弄弄弄弄 然后就帮我 我就听到一个声音 没关系 没关系 眉毛太长我帮你剪掉 那是我的长寿眉毛 可是没有没想 就剪掉人家眉毛也太没礼貌了吧 对 你可以用黏的 把它那种黏上去 但你可能真的太长 我真的有看过男生 你以为这是他头发吗 这他眉毛 万一我剪掉 我剪掉我不长寿怎么办 不会 你弄来讲红色笑话 你一定很长寿 可是我非常赞成男生做指甲 就是修 因为男生手伸出来很重要 跟女生是一样的 对 然后我觉得眉毛 睫毛 现在我觉得做也还OK 睫毛夹一下 睫毛我要替就是长睫毛的男生说话 其实这个真的很方便 就是完全一劳永逸 而且一事成主顾 就是你一早起来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有精神 我觉得他还好 他只是胖 那你第一次走进去店里 跟他讲说你要 你会有害羞吗 他还好 他后来推销我野生眉 我也一直做了 真的 因为走进来大家也会有说 你来接女朋友的吗 没有 我来 没有 有没有下一题 Eason的跳跳 没有 我的成熟力好不好 Eason爱花冤望钱 花这么多 我花的比自占还要多 像我的保养品 那做些什么 你美容不能做什么 我的保养品每一罐都是医美等级的 什么 所以我至少一个月就要花了五千 你可不可以把美容课程跟保养品讲出来 大家就不要买了 没有 然后这个穿着打扮是因为我们平常就是很爱买衣服 这一万块我觉得还算是正常 合理范围 但是美容课程是我最近的主打 你做了什么 我每个月都会去固定打那个飞梭蕾射 然后还有那个禁肤蕾射 然后跟一些肉毒杆菌 除此之外 我最近加入了一个很棒很棒的课程 什么 你们为什么要那么扔这个脸 我刚才你们讲 没什么兴趣 不是因为他刚才讲说每个月 然后亚伦就说每个月 对啊 每个月 每个月 每个月要打扮 然后我最近加入的那个课程是关于头发的 它是一个很高级的护肤 护法课程 然后那个护法课程 你知道它有多小吗 它一开始的时候呢 它会先帮你洗头 对不对 可是它洗头不是用一般的水龙头打开的水 它会用那个完全 不是啦 它会用完全Q的那一种 就是好像是过滤蒸馏过后的水 它会先帮你就是用很高级的那个洗髮精 就是整个洗过 洗过之后开始要进行保养的部分 它会在那个你的面前呢 帮你开瓶 而且那个瓶子里面装的就是那个胶原蛋白的原液 然后呢开始会这样子倒在你的那个头发上面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去把你这样推开 这不是老板娘也很漂亮 对 真的假的 然后除了胶原蛋白之外呢 它还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 就是那个什么埃及来的那种热油啊 然后什么的这样 最后再用那个热毛巾整个包前 然后再热敷两个 它那个是做黑的吧 两小时 没有啊 是真的 两个小时 对 热敷两小时 热敷两个小时 而且它中间还会帮你换热毛巾 头皮应该三级烫伤了吧 没有 它会帮你温度控制的刚刚好 可是它是做全套的 那个只是一个过程这样 没有啦 它是真的是专注在头发 然后呢 它就说标榜 标榜 你做完这一套的就是武堂课程之后呢 你的那个发质啊 会回到像你初生一样 那个北京的那个银河的 银河的那个柔软的那个发质 你是要做胎毛笔吗 你会想 是不是真的 跟猪毛一样 没有 怎么可能 我的头发是真的算 不算啊 你摸看看 髮实上好的吧 很普通啊 是很柔软的 要比较一下 因为我们有上造型品耶 我也有上造型 它的比较软耶 没有吧 真的啦 你摸我这边 我这边先长出来的 然后因为那一堂 那个护法的课程 比较贵一点 它是一次就是2500 然后呢 你一次要买10堂 所以呢 我一次就花了2500 2500下去 今晚开战吧 让你总是非成长 新时代互动是综艺 快快来订阅 按下小铃铛喔 小铃铛喔 小铃铛喔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